把剛剛的1511的部分 我是把它轉成另外一個範例 就是最早我們做那個手機的這個 最後做出來其實就是這樣清除把它清掉 那手機公式的話就是輸出公式 其實上面這兩個按鈕 我其實是拿剛剛的1511拿來改的 所以我比較一下到底哪邊地方是 就是說哪些差異 然後把那個差異改動 其實就OK了 就不需要透過QRGBT 因為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有這樣的 你就直接可以直接改就好 你就不需要一定要透過QRGBT 那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我懶得去想就是這個啦 手機這個 那它會幫我輸出 不過你會發現 我發現它這個有一個比較不OK的地方 它變得有點慢 它是一個一個慢慢填進去的 所以這個可能是要想一下說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變快一點 OK 但至少就做完了 那做完了結果我又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從那個雲端上面找到那個GAS 裡面一樣是第一個單元 我放在這裡 打開之後的話 反正最後今天呢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就是上面一樣是多一個 多三個按鈕 一個是 顏色不一定跟我一樣 你可以自己創你喜歡的顏色 那一個是手機公式 那這個手機公式 我是直接拿來修改的 那改哪些地方 其實主要是 這一串公式 我剛剛講的 那所以我其實是把 上面的這個公式 兩個雙引號 把它轉回來變一個雙引號 然後貼上去之後的話 然後改這邊尾巴 記得是這個都要變成單引號 然後AND的符號又變加號 那改完就像這樣 那另外清除好像都一樣 還有個地方可能要改 這個地方要改 這個應該要改成5 為什麼 因為它好像 原來是在第二欄 可是好像現在要改成第5欄 如果沒改好像會 輸出到第二欄的位置 所以這個也要改 這個都沒改的話 也會發生錯誤 那另外的話 那個手機 那個有沒有 手機這個部分 比較特別 所以我是 請那個ChargeV幫我轉換 那轉換出來的結果 我發現 剛剛試了一下 也OK 所以這個 這個試出來的結果 把它Copy過來 我把它直接貼過來 那這個 轉出來的程式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比較一下 其實大體上 跟剛剛的 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一定也是一個回圈 有沒有 回圈範圍 那裡面主要是針對 哪個儲存格 放什麼資料 那今天的作業 主要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151 這個地方 151的這三個按鈕 跟01文字與資料函數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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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